在缅甸的网络上,一段视频如野火般迅速蔓延,画面中一名同盟军士兵身着戎装,手中的铁锤轻轻敲击着一座佛塔,这一幕意外地点燃了缅甸社会的怒火,引发了佛教徒们的强烈抗议,甚至招致了僧侣们的街头示威,在佛教文化深厚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行为无异于触犯众怒, 尤其是对于那些将信仰视为生命的人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咱们具体来看看吧,欢迎加入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感谢大家订阅,疑似同盟军士兵锤打佛教建筑,2024年1月5日下午4点48分,同盟军宣布正式占领南天门山,这座老街的最高峰, 曾经给同盟军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痛苦回忆,2015年,同盟军进行返乡行动最终兵败南天门山,如今时隔8年,同盟军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登顶南天门山,并在南天山的最顶端升起了军器, 因此,同盟军士兵感到非常兴奋,于是就发生了有同盟军士兵拿起大锤砸向南天门山佛像的一幕发生了,应该同盟军对取得的胜利太兴奋了,毕竟历经了14年的隐忍,才有今天的伟大胜利。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要订阅它,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接着往下看吧。 随后,同盟军破坏南天门山佛像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这在缅甸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同盟军迅速发布了关于此事的两份公告,严禁破坏家教建筑。 同盟军在声明中表示,破坏佛塔只是个人行为,那个人只是身穿同盟军军服并能不代表同盟军组织。 同盟军充分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 同盟军军人的这一行为,很快被果敢同盟军视为个人行为。 而非组织命令下的产物,他们迅速做出反应,发表道歉声明,并明确禁止任何破坏宗教建筑的行径。 尽管如此,这一事件引发的余波仍在缅甸社会中荡漾,影响深远。 连发两份声明,可见同盟军对此事非常重视。 因此同盟军清楚,在缅甸僧侣是最大的组织集团。 据了解,这群老和尚从仰光倒下缅甸瓦城曼德勒等地,手持喇叭,念诵着早已准备好的词语,表达着对同盟军行为的不满,企图将同盟军陷入民族的对立情绪当中。 然而,他们的抗议行为却遭到了许多网友的质疑和反驳。 有网友指出,这些老和尚在殿炸猖獗,人命被摧残的时候选择沉默,却在同盟军砸毁震撼塔后跳出来抗议,实在令人费解。 这是一个明显的阴谋,敏昂来抓住了这一事件,就像是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小题大作,企图通过激起民族的情绪,以阻止同盟军及其他地方武装对他的讨伐。 此事件地不断发酵,让同盟军陷入了自启事以来的最大困境。 要知道,全勉的僧侣及信徒人数是同盟军人数的数千倍。 佛教是缅甸的国教,全勉至少85%的人都信奉佛教。 全勉有6000多万人,那就是有4-5千万的佛教信徒。 这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一旦与同盟军叫起进来,恐怕同盟军获得的战果一夜之间会报销。 一旦这件事情被劳免充分利用,同盟军将可能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从而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 南天门山上佛塔的来历 南天门山上的佛塔,出立于2015年同盟军返乡行动失败之后,乃是缅甸当局精心构筑的塔庙在国感民间。 这座塔庙有着一个神秘的名字,震撼塔。 其背后蕴藏的深意,恰如名字所示,缅甸军方意图以此塔压制同盟军在此地英勇牺牲的八百战士英领,同时遏制国感地区汉族人的蓬勃发展。 在缅甸,佛教不仅仅是信仰,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在缅甸,佛教的信徒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大约85%至90%的比例。 他们遍布于各个民族之中,包括缅族、孟族、若开族、胆族、克伦族、华裔以及左族等。 他们的生活与信仰紧密相连,僧侣们的社会地位举足轻重。 苗莱大将和同盟军领袖彭德仁将军的寺庙跪拜和献花,都映射出对佛教的深深敬意。 因此,对佛塔的任何不敬行为都不可避免地激起广泛的愤怒。 为什么同盟军的举动会引起缅甸国内的巨大抗议?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点,佛教是缅甸的国教,在缅甸人心中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 据统计,缅甸国内80%至90%的人都信奉佛教。 缅甸国内佛教信徒众多,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礼佛、敬佛活动。 就连敏昂来也经常去礼佛,就在缅北战事发生后, 敏昂来还带夫人前去礼佛,请求佛祖保住他的宝座。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行为,隔壁的印度老莫也是经常去礼佛。 去年叙利亚总统访问中国时,也去礼佛了。 他夫人和孩子们去了灵隐寺,来自叙利亚的总统,双手合十进入圣殿, 向菩萨祈祷,希望菩萨能够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战争的侵害。 第二点,同盟军发动了缅北战事。 在同盟军的1027行动中,他们展现出了锐不可当的战斗力, 引发了缅北各地武装的广泛响应,这场行动如滚石下山,不可阻挡。 最终将整个缅甸拖入了一场深重的内乱。 在下缅甸,作为缅甸的主要民族, 缅族的看法和态度对于国家的稳定和战事的发展至关重要, 他们普遍将战事的原因归咎于同盟军,对其心生怨言。 缅甸国内大部分都是缅族, 汉族人只占到3%左右, 而信奉佛教的基本都是缅族人或其他少数民族、 佛像及佛塔等关于佛教的建筑, 在这些信徒和僧侣的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此他们对破坏佛教建筑的行为极其反感。 佛教在中国如同生根的大树。 扎根于中华大地,枝繁叶茂,佛塔, 作为佛教的标志性建筑,在中国更是遍布四方, 诉说着历史的沉淀和信仰的坚韧, 众多的信徒,无论是身居闹市还是深山古寺, 他们心中的那盏明灯,始终照耀着他们的心灵之路。 我国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尊重每一位信徒的选择, 也保护着每一座寺院,每一座佛塔的庄严, 因此,对于南天门及四面佛上的佛塔, 我们无需做过度的解读, 他们只是历史与信仰的见证, 是人们心灵寄托的象征在中国的土地上。 他们安静地存在, 诉说着各自的故事与时代一同前行, 这样会将同盟军陷入被动的局面, 也引起更多的缅甸人反抗。 目前,同盟军刚收复老街, 可以说是立足未稳, 那须也还没打下来, 完全没有必要理会什么佛不佛塔的。 同时,同盟军也需要小心谨慎, 防止免昂来利用这件事情, 激起僧侣信徒对同盟军的不满和反抗。 目前, 那须已爆发大量僧侣信徒游行示威, 这明显是对同盟军拿下那须是不利的现象。 也可能是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此事阻止同盟军进攻纳虚。 因此, 网友们必须保持冷静。 等同盟军大功告成之时, 想怎么干不行?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老和尚的抗议活动背后显然有人指使和组织, 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制造舆论压力来打压同盟军的声势和影响力。 然而, 这种做法注定是徒劳的, 因为同盟军在打击电炸, 解救被骗北方国人方面的贡献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和支持。 他们的正义事业不仅代表着国感民族的利益, 也代表着广大北方人的利益和尊严。 面对米昂来武装的打压和威胁, 应该更加坚定地支持同盟军的正义事业。 只有彻底消电炸和毒品等恶势力, 才能环国感民族一个公道和安宁的生活环境。 最后, 让我们用诗句来为同盟军加油打气,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源在破炎中千摩万机还监禁, 任尔东西南北风。 总结这一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动作, 背后是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深层次的历史纠葛, 在缅甸这样一个佛教信仰根深蒂固的国家, 任何对佛教的不敬行为都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而国感同盟军与缅军的冲突, 以及佛塔的特殊历史和地理位置, 都使得这一事件成为了社会情绪爆发的导火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 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请不 отп 请不吝点赞聽,